我们看海贤老和尚一段故事 他曾经在寻野俏皮扬长小道遇到一只狼 那这个时候碰到了 逃命也逃不掉 老和尚深陷阴苦 如果是冤家寨主碰到了 该被他吃了就给他吃了算了 跑也跑不掉了 你阿弥陀佛 没想到这个狼咬着他的裤脚 把他拖到一个山洞里头 狼窝 看到一只魔狼 生产 遇到困难的时候 好像快要死了 躺在那里 老和尚心里明白了 这个狼是来求救的 他就坐在旁边闭住眼睛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了十几分钟 这个狼 这个狼醒过来了 这个狼对他又是鞠躬又是腰尾巴 感谢他 他对这个狼开始 说你要多做一点好事 少做一点坏事 来阿弥陀佛 到佛道 不要到畜生道来 做佛多好 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 回来 在这个地方 又碰到狼 那个狼 不晓得在哪里找了一块叶蜂蜜 放在他面前 摇头摆尾 来报恩 送礼 所以他告诉他的同 这个同餐道友们说 你看 出生都知道报恩 人 忘恩负义的多 出生懂得报恩 这就是这一句佛号 能读众生 能读出生 出生有灵性 他知道老和尚有修行 老和尚有道德 他能救了个母郎 这是我们要学 我们遇到小种 蚂蚁 要念佛供养他 劝他 不要再做出生到了 念佛到极乐世界多好 我们这用真心 来劝勉 他有感觉 他能看到 遇到一切众生 都是有怨人 不能空过 不应该 省静 温的 都与 都不恢复 大家 有点 有点 是 我 我